中秋连续假期第3天,立委傅昆奇服务处特别在米国小富社幼儿园前广场举办了爱心捐血活动。 傅昆奇服务处的处长陈文青,带领着服务团队响应捐热血的活动,发挥捐血一带救人一命的理念。 事前的中秋假节的时间里,立委傅昆奇服务处可以说是不得闲, 上号并且在华林市米国小富社幼儿园前广场办理捐血一带救人一命的活动, 来响应大家捐热血,傅昆奇服务团队也在现场为乡亲服务,共同来做公益。 今天是立法委员傅昆奇先生邀请服务处以他所成立的基金会来办理监守活动, 因为傅先生傅立委他非常的忠实,诚恳爱人, 所以说他除了将他们薪资签至监线,监制肉食团体之外, 他在资金成立的基金会,他把知识交给我来办理监守活动, 希望我们所有的有爱心的民众能够监起你管袖, 来监守给需要用血的人。 6位傅昆奇服务处处长陈文青表示, 想用德法基金会的理念来做公益做爱心, 可以说是傅昆奇的父亲的心愿。 而这次服务团队可以说是不打烊, 在服务之余也办理许多多项捐迷, 协助弱势家庭,希望利用四天的假期, 让捐血塑料能够增加,让血库不再血黄了。 记得终于黄色报道。